好,那么稍微的说一下上午我们学的一些东西啊 上午的话我们实际上主要是围绕了这个元素的属性的操作啊 讲了一些东西啊 呃,元素属性操作 就是说我们首先呢怎么样 要获取这个元素吧,是吧 本来元素获取到,用这个ID的方法,是吧 获取到一个元素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对元素进行一些属性的操作啊 属性的话指的是标签里面写的那些东西,是吧 比如说Hoff啊,什么ID啊,是吧 Class啊,这些都是属性,是吧 只要是这些属性的话,你都可以操作 只要是你把它获取到了啊 那么属性操作的话有什么呢 一般都是用这个点操作,是吧 点操作的话先获取到它的属性 然后它的什么什么点什么什么,是吧 就可以操作它的什么属性,是吧 点什么什么,就可以操作它的属性啊 那么的话,用这种属性的话,什么呢 HTML属性和GS里面属性写法是一样的,是吧 那么有个特别的就是什么呢 这个class属性的话怎么样,不能写成class 什么什么点class,是不行的,是吧 必须写成什么,点class name,是吧 这个是特别的啊 好,然后的话我们的这个点时代属性,是吧 点时代属性不能写点时代属性等于什么 时代属性它是一个综合属性,是吧 它里面有很多,是这样的啊 点时代之后再点,是吧 比如说ODIV点时代里面再点什么 里面的一些属性内容,是吧 比如说color啊,hono size啊,是吧 它里面有一堆这种属性,是吧 好,那么的话,这个点时代再点什么什么属性 如果这个属性含有什么呢 这个横杠,是吧 那么我们需要写的什么 这种头峰式的,是吧 头峰式的啊 好,那么这个是关于点的操作,是吧 点操作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写属性的时候 这个属性的这个地方 我们想用变量,是这样的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把那个点什么什么改成中括号的形式,是吧 中括号里面怎么呢 就可以写变量名的啊 写变量就可以了啊 好,这是关于这个属性的操作啊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什么点什么什么这个是吧 没反应是吧 然后需要时代什么的这个中括号才可以啊 好,这是关于整体的这些属性的话 操作是指的 是指的什么呢 就是这个html标签里面的属性 是吧 就可以用这些操作啊 那么还有一个属性是什么呢 是操作这个html标签的包裹的这个内容的这个属性 是吧 就是两个标签之间的内容 操作这个内容的话 我们可以用 in-thehtml 是这样的啊 用这个来操作啊 好,in-thehtml啊 那么的话 这个是关于属性的操作啊 好 那么接着的话 我们是说到的关于这个函数 是吧 函数的话 就是说我们在执行这个 比如说在这个代码优化的时候 比如说重复的代码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封伤成一个函数啊 就是说函数就是重复执行的代码片啊 有重复的代码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封伤成函数 然后的话可以在任意地方使用 是吧 使用的时候调用一下就行了啊 函数的调用的话是什么 调用呢 呃 函数调用是吧 首先我们要定义函数 定义函数的话是用什么 这个方个选关键字吧 方个选关键字啊 那么的话后面跟这个名称啊 如果说我们想什么规范的命名的话 最好是什么呢 前面加个小FN是吧 然后的话后面这个陀峰式的 然后后面的名称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 这个函数的功能来起这个名字啊 好 这是关于函数的定义 然后函数执行的话 就直接这么写就可以执行啊 函数名称加个小号就可以执行 是吧 好 那么这么执行的话 就是说函数直接定义完之后 马上执行的话 这个好像没什么用 是吧 没什么用 那么你还不如直接写这一句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的话我们函数的话定义出来是怎么样呢 想什么 有控制的执行 是不是这样的啊 有需求的地方在执行 那么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我们上午就讲到的是关于什么呢 首先是放到这个行间 是吧 放到行间来调用啊 好 那么上面我们说啊 上午我们说了一个例子 就这样一个例子是吧 这样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想什么呢 这里面页面上有一个按钮 是吧 页面上有一个按钮 然后页面上还有一个DIV啊 好 那么的话如果说怎么样呢 我想点击这个按钮 怎么样呢 来改变这个DIV 是吧 那么我怎么写呢 首先我获取这个什么 获取这个按钮吧 然后怎么样 再定义这个什么 再定义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干嘛呢 就是来改变这个DIV的是吧 改变这个DIV的啊 好 这是用正规的方法定义了一个函数 是吧 然后的话获取它啊 然后我要做什么呢 就是说我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来改变这个DIV 那么就是怎么做呢 就是把这个 点击按钮的 它这个行间本身有个onclick的 这个属性是不是这样的啊 本身它就有一个onclick属性啊 onclick属性 我把这个click属性怎么样 我不写到这里是吧 我直接写到这个地方来是吧 操作它的属性嘛 操作这个on obotum它的属性是不是这样的啊 放在这里来啊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 等于一个什么呢 跟这个函数进行关联啊 那么就跟这个名称进行关联就行了啊 把函数名称 复制给这个 元素的这个onclick属性 那么这个就关联上了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就是说我们把行间的这个onclick属性 是吧 或者叫行间事件提取到 提取到这个什么呢 这个代码里面来 叫提取行间事件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就实现了这个什么呢 彻底的实现了这个什么 这个代码的分离吧 是吧 我们把代码全部写到 把介绍代码全部写一起啊 就是介绍代码不要放在行间里面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提取行间事件 是吧 那么这么写之后 我们就可以什么呢 就是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来和这个函数进行关联啊 点击按钮的时候来执行这个函数啊 好 这个就是我们上午说了一些东西啊 好 接着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函数啊 好 这个函数的话啊 好 这个是提取行间事件啊 好 关于这个的话 我们实际上的话 还有更什么呢 更加简洁的写法啊 更加简洁的写法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啊 好 这是关于什么呢 匿名函数啊 匿名函数 好 那么我把这个 这个东西再另存一下啊 另存一下 好 把它 匿名函数啊 好 保存一下 呃 所谓的匿名函数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没有名称的函数 是吧 没有名称的函数是怎么调用啊 是吧 好 来看一下啊 好 来看一下我们这两个什么呢 这两个这一步啊 好 这一步啊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obtn是吧 onclick等于这个fnchange吧 是吧 好 然后functionfnchange怎么样 就是这个函数吧 是吧 好 点击它 它和它是相同的吧 它就指定它是这样的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把它变一下啊 注意了啊 好 把它变一下啊 好 整体的 然后把它变一下 好 把它复制下来啊 看一下怎么变啊 好 这样子的吧 好 这样之后 我可以怎么样呢 这个是等于它吧 它就是它 是吧 它就是它的吧 好 我把它剪切 剪切一下 我把它放到这里来行不行呢 这样子 看见变化没有 是吧 好 再看一遍啊 这个是吧 这个是不是等于它 是吧 这就是指的它吧 是吧 我把整个的定义过程 我把它直接放到这个地方来 有没有 就代替这个 有没有 这个放到这里来 看明白没有 是吧 就是它 就直接什么呢 和一个什么呢 还是定义直接观点起来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我把这个名称 是不是可以不要了 这个名称就不要了吧 以后这个名称有什么用呢 我直接就和这个定义观点起来了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名称就不要了 这么写 那么这个后面的 这个定义的函数 是不是没有名称的 这个叫匿名函数 这个就叫匿名函数 是吧 这个就叫匿名函数 这个匿名函数 我怎么调用它呢 我直接把它复制给一个属性 不就完了吗 是吧 好 这个就是最终的写法 我们写这个 在一个按钮上面 绑事件的时候 最终的这个写法 就是这种写法 就是什么呢 用匿名函数的方式 好 这个是匿名函数啊 这个是匿名函数的方式 这么说 这个是匿名函数的方式 这种则是匿名函数的方式 但是这种我们是在这种匿名函数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b�数的方式 我已和大家看 我